12月27号 北京至雄安新区成绩铁路 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段开通运营 至此 京雄成绩铁路实现全线贯通 北京西站至雄安新区间最快旅行时间50分钟 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间最快19分钟可达 京雄成绩铁路起自北京西站 中至雄安站 线路全长91公里 设北京西 北京大兴 大兴机场 湖安东 八州北 雄安6座车站 其中 北京西至大兴机场段 已于2019年9月30日开通运营 此次开通的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段长59公里 京雄成绩铁路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 初期最高运营时速300公里 北京西站首发列车为乘2701次列车 10点38分发车 11点22分直达雄安站 27号首日从北京西站区往雄安 一共开行6对高速动车组列车 从明天开始 我们将恢复日常运行图 北京西站到雄安站之间 每日开行11对列车 大兴机场站到雄安站还有5对 宋婷婷介绍 2021年1月20日 全国铁路运行图调整后 京雄成绩铁路将按照日常线高峰线安排列车开行 届时 北京西至雄安间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 最高达16对 同时设计高峰图一对 满足驾入高峰期旅客的出行需求 最了解 京雄成绩铁路上开行的列车 为新型智能动车组列车 首发车司机韩君甲告诉记者 智能动车组列车方便了列车司机的驾驶和操控 确保了运行安全 现在我们使用的这款车 就是中国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复兴化动车组 从我们现在来看呢 就是从智能这种 就特别方便我们司机的驾驶和和我们的操控 对于我们来说呢 就是说更加能精准的操控列车 确保了运行灯控的安全正点 所谓中国建设的又一条智能高铁 接求成绩铁路在多项智能关键技术上取得新突破 其中首次在铁路领域实现了从基础 桥墩 桥梁到桥面系的全装废式结构的设计和施工 这项装废式一体化桥梁建造技术 被形象的称为像搭机木一样建高铁 它是从桥梁的基础 墩深和桥面系呢 全部采用这个装废式 那这种装废式呢 它是工厂化余制 对吧 它使这个构架呢更加小型化 另外呢 装废式施工呢 它的工期比较短 对吧 同时呢 效益呢 能够大大地提高 当天巡弯站同步投入使用 经求成绩铁路全线通车和巡弯站的建成投用 对便利清天际地区民众往来 加快产业聚集和区域经济融合 推动巡弯新区建设和清天际协同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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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